小孙打算在杭州西湖区转塘附近租房 4月5号中午 大屋恋星加盟店的经纪人 带他到芝江家园五区看了房 其中有一套比较满意 我们当面和房东看了房子 然后就是和房东也约定好了 就是租金然后租期还有物业费 就是租金是3500包含了80的物业费 然后就是口头约定之后 他们就房东愿意了 小孙说当时他将3500元定金 通过微信转给了中介 对方将这笔钱转给了房东 并发来了一段租房定金单消息 3500元包含物业费 约定在15号之前再补充签的合同 这一段消息中写道 定金一旦收取 租客不租一概不退 房东原因不租 需双倍退还定金 当天晚上小孙接到了中介通知 说是房东不同意月租金 3500元包物业费 已经摊好了东西 他突然违约 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 虽然钱不多 但是他作为房东不可能 就是说单方面就违约吧 而且我们3500元的定金 交了之后 如果他这样违约不负任何责任的话 交和不交有什么区别呢 小孙希望房东退还双倍定金 找到中介门店 负责人介绍 房东提出不接受 3500元包物业费的出租价格后 他们从中做了协调 我们当时给房东第一个方案的话 是这样的 那个实在不行 就是说物业会 因为客户这边的话 定金是给的 对吧 那这事情我们也是希望 房东你给下去了 然后当时我们提出来一个方案的话 就是说我们这边也拿出成衡意 对吧 我们经纪人个人 他是愿意给房东支付半年的物业会 就相当我们承担400 房东承担400 然后来保全那个客户的钱 应该是和他儿子联系的 然后他当时他儿子好像是不大 不大能接受 郑店长介绍 为了促成房东和租客 妥善解决此事 现在他们作为中介方 愿意全额承担房子的物业费 那我们肯定是想 把这事情给弄掉 这800块费用由我们来承担 如果一定要退两倍的 那我可能个人建议 只能走那个司法途径了 小孙表示 不会再租这套房子了 现场中介公司负责人 联系了出租方 对方表示 之前没有同意 月租金3500元包物业费 同时拒绝接受记者采访 小孙和郑店长又进行了一番沟通 中介方面承诺 给予他后续租房的中介费补偿 小孙接受了 188黄剑记者报道